這就是梁國凱 後來 高先生繼續 我們剛才就說了這個梁國凱 金珠袋 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梁國凱 梁國凱 對 這個就是梁國凱 他帶一個叫庫瑪 庫瑪日本人的叫行 林春發 一天他還給他一個小弟 叫做王邦居 綽號小四 他另外一個小弟叫做郭東修 當過 對嗎 那都是小弟 真竟的 都要外國的 我現在說是千真萬確屬性的事情 當過是梁國凱 不是 小四的 也是 這個王邦居 王邦居 王邦居就是這個 對 這個是王邦居 這個綽號小四 梁國凱跟庫瑪打席之後 跟他的老大打席之後 因為他本來是帶美國伯 美國伯發生就台中那件 打席就是洪旭隊長 洪旭隊長叫打席之後 從那梁國凱遭到台北洪民館 在洪民館招兵買馬 王邦居就開始帶梁國凱 那帶梁國凱後 當時有一個 就是一個槍戰 早上幫救一個槍戰 一個槍戰 那個梁國凱 金居台 他就賣金居 給警察就對了 在民宅裡面 夾十四個人子 吞那個清化責 頭荷的那個 主宰 另外王邦居小四 腳中槍 中槍後 就談判了 跟董事長 鄧迅森 帶隊說 你一個人一直這樣 你不可以讓 帶警察進來 我跟你說 鄧迅森真的自己擠進去 沒帶上槍 現在都沒有 房檔也沒有槍 對 跟他說 因為王邦居腳中槍 梁國凱死了 因為親身死亡了 出來的那個畫面 電視還有 他那個電訊聲 人高馬大 背著那個小四出來 因為腳中槍 跟他摔 摔摔 摔摔後當然服刑 服刑之後 後來他又摔摔後 他摔到什麼 他摔到什麼 他摔到一個 你說名字 很多名字很奇怪 他跌跌到大 他又把這個 他打死 打死他之後 跑到泰國去 對 王邦居跑到泰國之後 就加前 我摸到一些 當地的華人 穿機的 毒品的 然後會有一些走私買賣 但是台灣有一個叫中榮昌 就用他的名字 說我現在這個毒品是 王邦居小四的 你如果要買 要來買 叫 在泰國的這個王邦居小四聽到 說你用我的名字 你倒用我的名字就好了 對 從泰國招書回來 回來 回來台灣 還把這個 通常都打死 現在詐騙集團都用我的名字 你騙 李孫都打死 李孫都打死 他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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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走去日本 走去日本已經 所以我們台灣 偶爾要討到日本 以前的這麼簡單 我也不知道 到了日本 其實王邦居個子 也是一百六十公分而已 百六人 三散 網家這出電影 很多年前我們部電影 就是在形容 隱色他 他到日本其實可以安安穩穩的 你不要再做拍照就好了 但是他隨身都帶著槍 日本警察看下去怪怪的 他穿起來會打日本警察 所以叫日本警察抓到 看了十年 十年後 回到日本整七年 關了七年 王邦居小事這個人 回到台灣之後再關 關出來 因為他的好朋友 就是郭董燒 因為他們是都放民館 萬華放民館 所以私交非常非常的好 那王邦居後來他染上了毒品 在多年以前在一間摩鐵 叫兩個傳播妹 在那裡吸毒的時候 叫警察為便宋抓下來 當國整個人抬頭換面 做一些殯葬業 做無名師 他好像無名師做要上千句 所以他們三孫 當時我在中三分局 那個那時候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二年 那一段時間 七十六年到八十二年 我都在中三分局 所以我那個年代 當國還沒結婚 我就認識他 跟他就那麼幾面之緣這樣子 那你請教 那梁國凱為什麼要去殺 黃民館幫的老大 因為小弟把老大打死 全台灣第一個就是他 第一個就是金豬台 他是方民館的 梁國凱是方民館的 方民館 方民館 他自己的大 方民館就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有的 以前的 梁國的角頭 以前有十七個 開始現在變 增加到二十幾個 還有分開出來 但是他們那個時代 他們有發現 華西街幫 方民館 萬國的 還是 反正他們分的 各個地方都不一樣 但是 王邦居他是一個眷村的 他們冠村的 在地的那些方民館 萬國差不多是 我們台灣人 都說我們台語的就對了 當年一去 他的老大就看他不去 他們住客難街 客難街 以前那些都眷村第二代 所以他們一天 他的口音就 個子又小 就是看他們不起就對了 所以他們有一些 經濟利益上 把它撕掉了就是 我去外面收錢回來 交給老大 不發給我這樣子 由這一些開始產生怨恨 然後還把它推上 為什麼他就要買 就要吃青蛙吃自食 他覺得說 我給你警察抓到 我這一段下去 不知道要關他多久了 現在的監獄在關 跟以前三十幾年前在關 是不一樣的 三十幾年前那個關 可能痛不欲生 你現在關可能是可能比較像 痛不欲生 三十幾年前 剛戒嚴還解除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菌腫還在管的時候 不會啊 可是他被灌 他就叫可樂 可樂那時候應該菌腫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真的比較人性化 那時候你灌的時候呢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第一爪第一爪 我印象深刻 全潛規則 全潛規則 一些幾個都會有人自己頂 譬如說 就是譬如你的床位 要怎麼換 或者是說 我印象最親的 有可能會客菜一包兩公斤 會客餐 會客餐 譬如說我們家裡來回家一包菜 冠狗魚 裡面可能有一隻雞 你就吃到一個雞屁股 吃到一個雞屁股 你做不錯 菜都人家自己分配 對 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可以做煮的 那些雞屁股要分配什麼 就他們自己搬 對啊 有他的情侶 你說育竹嗎 就是一樣是壽星人 他可能就是接幹部幹嘛的 他們這裡面有 他們其實是有階級輩分 然後我錢卡裡面 這邊我一個月 譬如說家裡給我寄八千塊 我可能自己花不到一千塊 那都被他巧克力明目幫你開掉 像最後一次 我最後一次 在看守所 遇到這個事情 我直接這件事我就會爆發 因為我剛剛 我跟他們說是這個保護部已經 這件事已經 這卡要自己寫 已經宣布將近二十年 竟然還有開黑卡 上面有說卡自己寫 你要買東西 他之前三連丹 這個東西 你買什麼東西 你要簽筆寫 你要自己簽列名 你為了印證 你還要自己蓋印章 但是現在有的感受就是沒有完全落實 沒有完全落實 會有什麼弊端 會有什麼弊端 就是我的錢叫你開掉 你要什麼東西 你說我的膽蓋 這就是潛規則 還有嗎 床位怎麼樣 有的 你跟我說 這是 扁手臂 扁手臂 新收的扁手臂 我今天我有炸錢 我家裡有花 還要給你們洗碗 服務 就是一直服務 然後就是譬如說新收以前 但是現在不會了 現在就是會這塊 洗碗跟洗衣服 以前沒有人會搶 現在有人會搶 因為有代價了 滾在扁手臂會被噴到嗎 多少 噴到是沒有啦 台灣師 你每天你譬如說一百十個 十個人去放到 尾巴滑過 去把他滾到膝蓋上去 整個都不用睡了 而且那個沖水 沖水也有聲音 然後最最難受的就是 因為越挖越扁手越緊 那個尿燒味會更重 而且還是那個睡那邊的要處理 要清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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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睡了 一般 新收的 新收的 新生的 就是新收的 新收的 就是菜鳥 對 不然就是金椒 就是比較不名義 姓氫法 對 金椒 我們都稱金椒而已 金椒會受理嗎 以前是受理得很嚴重 但是真的 我剛才說 薄薄就是一直在改 比較人性化 因為那個新聞一出來 判決師傅 一看人就大腰 知道你犯什麼 人神公分 跟你拖來幫忙 算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怎麼算 我們待會再請教一下 我不會想收信 感謝你 然後… 謝謝你 我們為何要來 我們感到十分 鬧當中 我們不會很常